那么叶利欣总统正在采纳西方的原则和目标 当然93年还是叶利欣 叶利欣正在采纳了西方的原则和目标 力图使俄罗斯成为西方的一部分 然而俄罗斯精英和俄罗斯公众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 在较为温和的反对者当中 谢尔干斯坦科维奇认为俄罗斯应该拒绝大西洋主义的路线 斯坦科维奇也反对了完全的欧亚政策 就是说我们既不是欧洲也不算是亚洲 我们在中间作为一个桥梁 但是他认为俄罗斯应该优先保护其他国家的俄罗斯人 有很多俄罗斯人在其他国家其实受到伤害 就苏联解体 苏联的时候当时很多俄罗斯人就往这来往那去 就很多的那些小国像乌克兰什么都留了很多俄罗斯人 然后这些俄罗斯人在那些国家其实要受到欺凌 你像乌克兰现在说乌克兰与的乌克兰人就在屠杀这些 原先的这些 其实就是俄罗斯人 直接说俄罗斯与的乌克兰人但实际上是俄罗斯人在屠杀他们 他要加强了俄罗斯与突厥与穆斯林的联系 并促进了俄罗斯的资源 俄罗斯的选择和俄罗斯的关系 有利于做一些有利于亚洲的利益和东方利益的事 这当时他的观点在这个观点最后没有成形 但现在其实开始认为他的观点是对的 开始朝这方向去走 他说持这种观点的人批评叶利欣将俄罗斯的利益 从属于西方的利益 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 不支持塞尔维亚等传统朋友 当时他其实他为了他一门心的想加入欧洲 加入欧盟加入北约 他都想过 努力去到了普京都在尝试去做 普京几次就是说看看就问问欧盟能不能 我加入欧盟加入北约 北约说你加入北约 我还要北约干什么呢 对不对 我北约干的就是你 对不对 所以问题在这 就是说 并且以损害俄罗斯人民的方式 在推动经济和政治改革 都是为了投入西方所好 希望西方能够容纳我们 但是表明这一趋势 是彼得萨维茨基的思想 他在1920年代认为 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欧亚文明 是欧洲和亚洲共同的 他敦促俄罗斯要重新发展其军事实力 并与中国和穆斯林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现在其实实在这么做的 他现在跟穆斯林 然后中国开始建立更多的关系 包括像什么 他们所谓的 就是说中国 伊朗 俄罗斯 这种关系 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以前俄罗斯是不认可这些东西的 俄罗斯以前都跟中国伊朗保持距离 一门心的想进欧洲 但欧洲瞧不起他 一口透明退在脸上了 现在回来了 就没办法 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的经营阶层一样的分裂 1992年春天 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进行了一次的民意调查 就是说比较亲欧洲的部分 进行一次民意调查 40%的民众对西方的 持着这种积极的态度 但是36%的民众持消极态度 就是民间也非常的割裂 就是说支持和不支持都差不多 正如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一样 1990年代初 俄罗斯确实也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 就是从它的文明性上也是这样 但是现在就没办法了 现在就彻底就认清了 被欧洲一顿碰揍 他说要重新定义 他的文明身份 一个分裂的国家 必须满足三个要求 就是你要想改变 就是你俄罗斯想加入欧洲的话 他全有三个要求的 首先你自己本身的政治和经济的精英 必须普遍支持和热衷于这个政策 他们的支持才行 其次你的公众必须愿意默许 重新定义国家的文明 就重新定义 就把我俄罗斯定义为一个 比如说欧洲的基督教国家 你的民众也要能接受 第三 接受这个文明中的主导的群体 就是什么呢 就是西方世界 必须愿意接受俄罗斯这个呢 就是你现在就是说我放弃了 我不要我以前的东西了 我就要皈依到你这个西方来 皈依到欧洲来 欧洲也要接受你才行 你知道吗 那最后你的经营也接受 你的民众也接受 欧洲不接受 对不对 你一门心思 你想嫁给他 你父母你想让你嫁给他 人家他妈不同意 你懂吗 你嫁不进去 问题在这了 对不对 人家他妈瞧不起你 对不对 人家是富豪家庭 你是什么家庭 门不当户不对 所以这三个要求 在很大程度上 都存在于墨西哥 他说墨西哥就有这个 墨西哥的三个 他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就是说墨西哥的精英阶层 愿意加入美国 他的公众也愿意加入美国 美国对墨西哥 反正也还行 也还可以 美国现在他西班牙裔 都快成官方语言之一了 对不对 就这个来讲 对墨西哥 他认为墨西哥还好 墨西哥还比较有可能加入美国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说土耳其 土耳其跟前两个还不错 前两个就是什么 他的政治精英愿意加入欧洲 然后他的公众 也愿意加入欧洲 但是第三个的没有 欧洲不想要土耳其 他跟墨西哥还不一样 墨西哥是三个都能有 美国对墨西哥 也基本上算接受了 对不对 很多美国人 还去墨西哥旅游 但是问题是 就是说土耳其不行 土耳其你前两个都有了 但是人家欧洲不想要你 你滚 他说 现在尚不清楚 俄罗斯加入欧洲 能不能满足 这三个条件 就是当他93年的时候 就是不知道 俄罗斯的精英接受不接受 民众接受不接受 还有欧洲接受不接受 但是最后事实证明 欧洲是不接受 欧洲是不接受俄罗斯的 对吧 最后也是没办法 所以俄罗斯是一门心思想加入 就俄罗斯最后跟土耳其是一样 一门心思想加入欧洲 但是都被欧洲丑惧了 那么自由民主 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冲突 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 尽管他们存在的重大差异 但表面上 他们的最终目标 是自由 平等和繁荣 就是说 他承认一点 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的终极目的是好的 当然都没有走好 但他跟自由民主 他们的这种 虽然有冲突 但是他们的 从表面上来讲 最终目标都是自由 平等和繁荣 但是他说 一个传统的 独裁的 民族主义的俄罗斯 可能就有完全不同的目标了 那么跟共产主义目标 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但是西方民族主义者 可以与苏联的 马克思主义者 进行思想的去辩论 就是说 我们哪一个 我们更能追求的 自由平等和繁荣 但是一个西方的 民族主义者 几乎不可能 与一个俄罗斯的 传统主义者 或者大沙文 这种俄罗斯 这种沙文主义者 去进行探讨 完全思想就不一样 驴神不对马嘴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以前 比如说你搞 共产主义 他能去探讨 我们探讨哪个 那种思想 就没法聊 他说如果随着俄罗斯人 不再像马克思主义者 那样行事的话 他们拒绝自由民主 并开始像俄罗斯人 而不是西方人 那样行事 那么俄罗斯 与西方之间 就可能再次爆发冲突 最后的事实 也就如此了 对不对 但当然就是说 你欧洲 其实当时如果拉他一把 把它融入你的怀抱 也就完了 但是你欧洲 你又不那个什么 对不对 你没有去那么做 你就像 就是那个 周永世排的功夫 到最后 那个人还要杀 还要拿暗器打他 到最后我还说 他说你想学功夫吗 我交给你 你当我徒弟不完了 对那个就服了 就叫师傅了 对吧 那俄罗斯其实当年 就是这样 但是欧洲死活 不要他 所以最后就爆发冲突了 然后后边 又一个小标题 他说儒教 与伊斯兰教的联系 就儒教就是中国了 就认为 他说儒教也认为 他也认为宗教 跟伊斯兰教 就中国的这种文化 跟伊斯兰教的融合 他说非西方国家 加入西方的障碍 各不相同 每个都不一样 很多非西方国家 其实想加入西方 但最后都被拒绝了 土耳其 俄罗斯 什么的 其实以前沙特 有点想加入西方 但最后也多放弃 也没办法 加入不了 他们根本就不认可你 对不对 就是说非西方国家 想加入西方的障碍 各不相同 对于拉丁美洲 和东欧国家 他们的障碍 最少 还是比较容易 愿意让他们接受的 像乌克兰 对不对 他们障碍还少一点 对于前苏联的 就更大一些了 但是对于像穆斯林 这种儒家 就中国 还有印度教 和佛教社会 那就完了 那要彻底完 那彻底跟人家不挨着 人家根本就瞧不起你 也不想要你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像什么 菲律宾的印度 印度不老想 把自己当个欧洲国家 人家把你当欧洲国家 你懂吗 是没有办法 这些东西 他的这种障碍 就是最大的 日本作为西方的准成员 为自己确立了 独特的地位 他在某些方面 属于西方 但在重要方面 显然也不属于西方 那些出于文化和实力原因 不愿或不能加入西方的国家 通过发展自己的经济 军事和政治力量 在与西方去竞争 他们通过促进内部发展 和与其他非西方国家合作 来做到这一点 这种合作最突出的形式 就是挑战西方的利益 挑战西方的价值观 挑战西方的权利 那么这里边最著名的 最典型的就是儒家和伊斯兰教的这种结合 就是中东和中国的结合 现在就特别 你看30年之后 习近平这次去中东行 什么沙特 伊拉克都非常的欢迎 对不对 伊朗跟中国现在走得越来越近 然后包括一些中东国家 在抛售美元资产 抛售美债 都出现这个情况 他说几乎无一例外 西方国家都在削减 他们的军事力量 在叶列新的领导下 俄罗斯也是如此 然而中国朝鲜和几个中东国家 正在显著扩大去军事能力 他们通过从西方和非西方来源进口武器 以及发展的本土武器工业来做到这一点 结果之一是出现了查尔斯克劳萨默所称的武器国家 而武器国家并非西方国家 另一个结果是重新定义的军控 就是军备控制 这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和一个西方的目标 冷战期间军备控制的主要目的是 美国及其盟友与苏联及其盟友之间 建立稳定的军事平衡 当然不是铁幕 两边就是说北约组织花茶组织 互相都别搞得太扯淡了 对不对 现在冷战结束了 在冷战后的事件 军备控制的主要目标 就是防止非西方的社会 发展可能能够威胁到西方利益的军事能力 西方试图通过国际协议 经济压力 以及对武器和武器技术转向的控制 来做到这一点 西方在面对儒教伊斯兰国家之间的 这种冲突的时候 主要但是不完全的集中在 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 弹道导弹和其他先进的预短工具 以及实现该目标的制导 情报和其他电子能力上 西方提倡将不扩散作为普遍准则 将不扩散条约和核查 作为实现该准则的手段 他还威胁要对那些 促进尖端武器扩散的人 实施各种制裁 并为那些不这样做的人 提供一切的好处 就是你跟着我混 你别搞这些 我让你发战事经历 给你点早吃 要不然我都抽你 就给你炸了 一郎你搞核实的时候 就全都给你炸了他 西方的注意力 自然会集中在那些实际上 或可能对西方怀有敌意的国家 另一方面 非西方国家主张 他们有权获取和部署 他们认为对他们的安全 所必须的任何武器 他们还充分吸取了 印度国防部部长 在被问及 就问印度国防部长 说你从海湾战争 吸取了什么的经验教训的时候 他回答 他说除非你拥有核武器 否则不要与美国作战 所以他们吸取了经验教训 所以核武器 化学武器和导弹 被视为西方常规力量优势的 潜在的一种均衡器 就是说我没有核武器 我没法给你去抗衡 我有了核武器之后 虽然你的长弓武器相比较厉害 但是我能跟你达到一个武力均衡 当然这可能是错误的 他说中国当然已经拥有了核武器 巴基斯坦和印度 有能力部署的核武器 朝鲜 伊朗 伊拉克 利比亚 阿尔及利亚 似乎正试图获得了核武器 一位伊朗的高级官员宣布 所有穆斯林国家 都应该获得了核武器 据报道 1988年伊朗总统发布了一项指令 要求发展进攻性和防御性的 化学 生物和放射性武器 那么发展反西方军事能力的核心 是中国军事力量的持续扩张 极其创造军事力量的手段 受经济发展的鼓舞 中国正在迅速增加军费开支 并大力推进军队现代化的建设 这还是93年的时候 他想到现在30年了 他从前苏联国家购买武器 中国正在开发远程导弹 1992年中国还测试了 一个百万吨级的核武器 他正在发展的力量投入能力 获得空中加入技术 并试图购买航母舰 现在都有好几艘航母舰了 就30年过去了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集结 和主权主张 正在东亚引发多边的 区域的军备竞赛 中国也是武器和武器技术的 主要出口国 中国向利米亚和伊拉克 出口了可用于制导 核武器和神经毒气的材料 中国帮助阿尔及利亚 建造了适合核武器研究 和生产的反应堆 中国向伊朗出售的美国官员认为 只能用于制造武器的核技术 并且显然已经向巴基斯坦 运输了300英里射程的导弹的部件 朝鲜的核武器计划 已经进行一段时间 并向叙利亚和伊朗 出售了先进的导弹技术 武器和武器技术的流动 一般都是从东亚流向中东 但是也有一些相反方向的运动 中国从巴尼斯坦 收到了毒刺导弹 然后现在伊朗不还造那种 自杀性的无人机 中国也在好像在仿制 在帮俄罗斯在仿制那个东西 当然说伊朗的无人机 是因为打下美国的无人机研发的 你说这意思 好吧 那么儒教和伊斯坦的这种军事联系 就由这里就开始产生了 而且越来越紧密 它主要的目的 就在促进其成员 获得对抗西方军事力量 所需的武器和武器技术 它可能或可能不会持续 然而正如 戴夫麦克迪所说的 目前它是由一个 它是一个由扩散者 及其支持者管理的 相互支持的这么一个协定 因此一种新形式的军备竞争 军备竞赛 正在伊斯兰儒教国家和西方之间的发声 在老式的军备竞赛中 每一方都发展自己的武器 以平衡或取得对另一方的优势 在这种新形式的军备竞赛中 一方正在发展自己的军备 而另一方则试图限制和防止军备集结 同时削弱自己的军事实力 而不是试图平衡 他说西方 那么到最后 另外一个小标题 他说对西方的影响 他说本文 我这篇文章并不是认为 就是说文明身份将取代所有其他身份 民族国家将消失 每个文明都将成为一个单一的 连贯的政治实体 文明内的群体 不会相互冲突 甚至争斗 他说不是说 就是阿拉伯 文明就是说取代的所有其他身份了 民族国家都将消失 每个文明就成为一个 就是说整个阿拉伯 就成为一个单一的连贯的政治体 而欧洲成为一个欧盟 文明的群体自己本身内就不会相互 阿拉伯国家之间不会打 他认为也不能这么说 也会有 但是他说 我本文的 我确实提出了文明之间的差异 是真实且重要的 这么一个假设 他说文明的意识会不断的增强 文明之间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 和其他形式的冲突 成为全球主要的冲突形式 国际关系 在历史上是西方文明内部的游戏 主要都是西方内战 但是将越来越去西方化 成为非西方文明作为参与者 而不仅仅是对象的游戏 就以前你们只是对非西方就是殖民 他们无力去反抗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说成功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的国际机构 更有可能在不同文明内部发展 而不是跨文明发展 不同文明的群体之间的冲突 将比同一文明群体之间的冲突 更频繁 更持久 更激烈 不同文明的群体之间的暴力冲突 是最有可能和最危险的升级的来源 最终可能导致全球战争 现在不就是吗 开始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世界政治最高的轴心 将是西方与其他非西方国家的这种关系 可能就是爆发这种世界大战 那么一些分裂的非西方国家的精英们 会试图让他们的国家成为西方的一部分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着重大的障碍 就是说你根本就是吸收不进来 因为你自己本身也不认可他 他说在不久的将来 冲突的中心焦点将是西方与伊斯兰儒教国家 他们这种的就是联合 伊斯兰和儒教和中国这种联合 就一起来对抗西方 就果然就成真了 他说这并不是提倡的文明之间一定要爆发冲突 只是针对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我提出一个描述性的假设 如果这些假设合理的话 则有必要考虑他们对西方政策的影响 这些影响应分为短期优势和长期的这种适应性 长期的你要去适应它 从短期来看 促进自身文明内部的更大的合作与统一 显然符合西方的利益 尤其是在其欧洲和北美组成部分之间 融入东欧和拉丁美洲文化 来接近西方的西方社会 促进并且保持与俄罗斯和日本的合作关系 就应该把俄罗斯都拉 俄罗斯武汉都拉进来 但是都没有 防止局部文明间的冲突升级为重大的文明间的战争 就是说比如说 你乌克兰最后分化了 一部分说俄罗斯也说 乌克兰也要避免这个爆发战争 但是没有避免 不但没避免还火上浇油 天妖加醋 那么限制儒家和伊斯兰国家军事实力的扩张 缓和西方军事能力的削减 并保持在东亚和西南亚的军事优势 利用儒家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冲突 就是说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分开 但最后也分不开 支持其他文明中认同西方价值观和利益 其实以前川普的时候是摘开的 川普搞弹命主义大家都摘开了 但是现在拜登搞了这套东西 把这些人都一起去了 就傻缺到一个极致 把中东国家 把白俄罗斯中国给最后推到一起去 本来这个铁幕是没有形成的 是没有成集团的 这个集团能够形成 完全都是美国帮助的 好 然后这个利用儒家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冲突 支持其他文明中认同西方价值观和利益的团体 中国有很多是认同西方价值观的 就所谓这种精神美国人 对不对 那么加强反映的西方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机构 并促进的非西方国家参与这些机构 这是短期的 从长远来看 需要采取的其他措施 西方文明既是西方的又是现代化的 这文明 非西方文明的试图在不变成西方的情况之下变得现代化 但是至今为止 只有日本在这一探索中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日本并没有西化 但是它现代化了 但是30年之后 中国其实基本上也达到了 就中国没有西化 但是中国也现代化了 对吧 就像亚洲国家做到了 其他的欧洲 非洲国家和中央美洲国家 其实没太成功 但是当时日本就成功了 现在中国也在接近成功 非西方文明将继续尝试获取财富 技术技能机器和武器 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一部分 那么非西方文明还将尝试将这种现代化 与他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相协调 非西方文明相对于西方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将会增加 因此西方将越来越多的不得不容纳这些非西方的现代文明 他们的力量越来越接近西方 但是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 以西方竟然不同 这将要求西方必须保持必要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以保护其在这些文明中的利益 然而这也将要求西方对其他文明背后的基本的宗教和哲学 以及这些文明中的人们 看待自身利益的方式有更深刻的理解 就是你要尝试去理解中国 理解中国人 对吧 但是现在美国理解 美国很多智库 看着中国就跟平衡宇宙一样 看着中国根本就不是中国 都不是美国那帮智库 都不是美国人 现在就是说 你现在海外的这些所谓的反派反共的华人怎么样 他们谈谈中国跟中国还是中国 都不是中国了 对不对 所以他说 这个就要需要确定西方文明和其他非西方文明之间的这种共性要素 西方必须明白 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 他说西方文明必须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对于未来来说 根本就不会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 这个是没有的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 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组成的一个共同的世界 每个文明都必须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存 要去尊重理解其他的文明 然后学会跟其他的文明去共存 它不存在一个普世价值 好吧 这是他最后的一句话 但是这句话 我想西方是永远都不会明白的 西方现在观点就是说 我是最好的 我的政治体制是最好的 我的价值就是最好的价值 是普世的 你不接受 你就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 那么世界大战就有此就爆发了 那爆发了是什么 就是查说的 是一种文明的战争 是文明的冲突 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但是如果不同文明之间 能够去学会理解和尊重对方的文明的话 那这种战争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现在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西方不能接受这种观点 希望人民我的文明就是最好的 所以就没办法 好吧 那么这样就是说 把这两个都讲完了 一个历史终结 一个文明冲突 那当然我更倾向于认为文明冲突 它可能更贴近目前的现状 但是历史终结 你也没啥说 那后面如果 如果一直也产生不了 更好的政治体制的话 那人家就是终结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 就像老板说的那句话 就是如果你是最好的 那么应该放在哪里都管住 世纪就发光 就一个国家烂透了 你这要政治体制搬来之后 马上就能做好 但是现实是做不好 但是当然了 西方有西方的观点 西方觉得我的政治体制是最好的 我拿到你知道之后应该好 如果不好的话 不是我的政治体制有问题 是你的民族性有问题 是你的人民太愚蠢 太愚昧 心地太不善良 都是你的问题 你包括美国在阿富汗 从911之后 美国基本上就是占领 控制阿富汗 20年 美国投了2万亿进去 然后最后阿富汗还不行 在撤军的时候 拜登说什么 说阿富汗就是一个 当然他说的不是那么直接 但意思就是阿富汗是个粪坑国家 就是人民有问题 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去帮助他们了 但是他们自己的不自觉 他们自己不好 他们自己有问题 他们愚蠢没有办法接受这种西方文明 那么我们最后只能放弃 所以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一旦不行了 就是人家人中有问题 就是人家愚蠢 就是这样 你绝对不思考你的政治体制有任何的问题 你也不去改变它 你不会为了当地去改变你的政治体制 去想办法 你知道吧 就是说你不能接受 就是你有问题 知道吧 就是说我造的车 就是我们用的 至于你日本人 你个矮 你觉得我的车太大了 你日本人造的车小 对不对 那是你的人中有问题 你知道吧 他不认为就是说 人种之间有差异性 或文明之间有差异性 他不认为的 人一旦认为 就是说文明之间有差异性 人种之间有差异性 新疆就认为你是不对的 他追求这种普世的政治正确 没有 任何人种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美国里边 就任何人种都应该 他的这种受教育程度 他的这种收入程度 他的就业率都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不是这个人种有问题 而是你们没有给这个人种 撤到一个公平的就业机会 或者一个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但是现实是如此吗 所以西方的这种普世价值 真的能够往下推广吗 很难 但当时又没啥反过来说 因为一反过来说 就成为法西斯主义了 就认为民族不一样 有优劣 就说法西斯主义了 但是你还这么想 就是说 我觉得民族之间的事 他有优劣什么 就是说 应该说有特点 不应该说有优劣 就是有的民族在这方面比较强 可能体能比较强 爆发力强 有的民族在这种 就是刻苦努力认证 就任性比较强 对不对 那这东西 你不能说哪个就比哪个好 只能说各有特点 各有优点和缺点 对不对 那这个来讲 还是法西斯吗 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西方就说 只要你一谈这都是法西斯 就没办法 他现在就是说 西方的整个学术 政治的这种辩论 是一个枯竭化的 文言全天不准去讨论 超过他的价值观之外的任何东西 你只要一离开 他的价值观给你画了一个圈 只有在这个圈里边才是正确的 就是他在正确的前面 画了一个政治正确 就是说我画了一个圈 你在我这圈里就是正确的 你只要离开了我的圈 你不能叫不正确 你能叫不政治正确 也许你是正确的 但是在政治上你不正确 这就不行了 那么这样子的固步自封 这样的自以为是这样的自负 那必然会引发什么 文明之间的冲突 这个是我觉得就是说不可避免的 好吧 今天反正讲了也挺累的 昨天讲了也挺累的 这两个现在正好 我思考思考 就是有没有必要把两个合在一起 做一个对比再讲一讲 其实就是说在讲两个的过程中 就讲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 这两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已经阐述了很多我自己的观点 加大了很多的私货 我再想想 看还有没有必要再总结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也就差不多了 也就是这样子 你在多说什么 也无意 再多说了 我又政治不正确了 你懂吧 所以 不过怎么知道 感谢小伙伴 我知道能够坚持 把这两期都听下来的 没有几个人了 这两期都把这个 就是说历史终结 就是好像讲了三期 这个又不知道有几期 都听完听到这儿了 人的真的是不多 但是我相信 你如果能坚持听到这里的话 你肯定也有很大的收获 因为我也有很大的收获 好吧 那这期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